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他们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你提到的中国制造是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另一种方式 优质的中国产品将为巴黎奥运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也将为比赛增添更多的科技感和观赏性 我们祝愿各国运动员向着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目标奋进 赛出好成绩 圆梦巴黎 中国是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实现现代化 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力量的增长 我们建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以对话解争端 以协商划分歧 以合作促安全 我们坚定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 以中国是现代化的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近两年半的时间 战事仍在延续 和谈前景还不明朗 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外溢的风险 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此感到忧虑 推动局势降温的呼声更加迫切 作为联合国安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 在此基础上 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于7月28日起访问巴西 南非和印度尼西亚 就乌克兰危机开展第四轮穿梭外交 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就当前局势及核弹进程 进一步交换意见 探讨推动局势降温 为重启核弹 积累条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文禁止 直接或间接转让核武器及其控制权 美国在北约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并允许这些国家的战斗机运载投掷核武器 显然违反条约规定 是明显的核扩散行为 容易导致更多国家效仿 实质上阻碍核军控进程 增加核冲突风险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中方坚定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 国际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体系 敦促有关国家并且冷战思维和零核博弈 废除核共享安排 撤出在欧洲部署的大量核武器 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安排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加强人道主义扫雷合作的联合声明 积极评价中国东盟扫雷合作成果 明确了下部的合作方向和务实举措 是一份有理念 有共识 有行动的成果文件 将为解决东南亚地区的雷患问题 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诸如新动能 谢谢